头发在一个人的整体美观上面也是占据很大部分的,现在有不少男性受到了脱发影响,脱发了给男性带来的影响是很多的,尤其在形象方面的影响,脱发了会使得很多男性涉气的形象消失了,脱发发生了也是要多加重视的,那么,脱发疾病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? 美丽从防止脱发开始,这七个原因导致脱发,了解清楚能尽到防脱对于脱发的一些因素可以多去了解一下的,脱发发生了可以和很多的因素有关,很多的男性因为每天要努力的工作,结果处在了过度狼类之中,久而久之身体就容易患病了,脱发是其中任意导致的一个,对于脱发的因素可以多加了解一下的 一,压力过大导致脱发,当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,就会出现脱发的现象,因为一个的精神焦虑,可能就会导致睡眠不好,也是不规律,这样就会影响头发的营养,因而会掉发 二,物理性脱发,有一些人经常不洗头,这样也会导致头皮的毛毛被堵塞,头皮的营养物质吸收不良,因而掉发 三,化学性脱发 主要是鉴于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洗发水,这些劣质的洗发水会引起脱发,还有一些女性喜欢经常的染她头发,这也是对头发伤害非常大的行为,亦导致脱发 四,身体疾病,当身体患上某些疾病的时候,比如传染病,恶性肿瘤等,这些疾病都会引起身体的营养失衡,而脱发是首当其冲的表现 五,某些药物,我们都知道在癌症的中,都会用到化疗这个手段,但是这个手段的结果就是会促使人脱发,而且使用化疗要不脱发的程度还是非常严重的 六,遗传,如果父母脱发,那他们的子女也容易脱发 七,肥膀和过度减肥,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脱发 脱发的诱发因素很多,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,是造成突然性脱发的一个原因,因为不健康的饮食,高脂肪,高糖分,辛辣,刺激等食物容易会导致头部阻塞发根的吸收营养 不良的习惯,例如长时间的喝,使用伤害头发的洗发水等,会恶化毛囊的生长环境,造成突然性的掉发严重 所以大家在平日要注意饮食习惯,适当多食用一些新鲜水果跟蔬菜,远离油腻,辛辣,刺激性等食物 很多人在开始的脱发的时候可能没有吃重视,结果头发一直在掉,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脱发,是由于什么因素导致的 注意针对性的做好条理,如果是因为营养不足导致的,那就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了,补充适当的营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